清静的小甘露 低小众生的心 化成慈悲心 化成了甘恩的心 清静的小甘露 低小众生的心 化成清静的甘露心 化成了甘恩的心 请各位合掌 跟我一起来念开经纪 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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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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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的讲 在讲之前 我们来送一遍戒 我念一句 我念一句 大家跟我念一句 泛网精云 泛网精云 菩萨界是诸佛之本源 菩萨界是诸佛之本源 是菩萨之根本 是菩萨之根本 换言之 换言之 菩萨是由于受了菩萨界而来 菩萨是由于受了菩萨界而来 而三世诸佛 而三世诸佛 也是由于菩萨行菩萨道而成 也是由于菩萨行菩萨道而成 事故菩萨界 事故菩萨界 也是诸佛之本源 也是诸佛之本源 所以要证得佛果 所以要证得佛果 一定先要受持菩萨界 一定要受持菩萨界 以受持菩萨界的在家难重 以受持菩萨界的在家难重 称为由菩萨 称为由菩萨 而在家女众称为由菩萨 而在家女众称为由菩萨 为受持此戒者 为受持此戒者 就不可以如此称呼 不为佛智所承认 至于何为由菩萨界六众二十八卿 至于何为由菩萨界六众二十八卿 自于菩萨由菩萨界经所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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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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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六众 以六众 以 一 随为天女乃至乙子 稀不应杀 随为天女乃至乙子 稀不应杀 若口交杀若身自杀 若口交杀若身自杀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二 虽为生命不得偷盗乃至一浅 若破世界 若破世界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三 虽为生命不得虚说 若破世界 若破世界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四 虽为生命不得邪淫 虽为生命不得邪淫 若破世界 若破世界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五 五 虽为生命不得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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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比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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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破色 游破以所有过罪 游破色 游破以所有过罪 若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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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六 随为生命不得孤久 随为生命不得孤久 若破世界 若破世界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世人及时幽婆色戒 二 二十八清 二十八清 一 不能供养父母师长 一 不能供养父母师长 世幽婆色得十亿罪 世幽婆色得十亿罪 得十亿罪 二 单乐饮酒 二 单乐饮酒 世幽婆色得十亿罪 世幽婆色得十亿罪 三 污物不能沾世病苦 三 污物不能沾世病苦 世幽婆色得十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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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江湾 不能多少随意分于空前还者 不能多少随意分于空前还者 世幽婆色得十亿罪 无 世幽婆色得十亿罪 着正幽婆色得十亿罪 五 若见比丘比丘 你 我若见比丘比丘你 长老先素 长老先素 诸幽婆色幽婆仪等 诸幽婆色幽婆仪等 不起成颖礼拜问讯 不起成颖礼拜问讯 是幽婆色得十亿罪 是幽婆色得十亿罪 柳若见比丘比丘你 柳若见比丘比丘你 幽婆色幽婆仪回所受戒 心生交蔓延 心生交蔓延 我胜比比不如我 我胜比比不如我 是幽婆色得十亿罪 是幽婆色得十亿罪 其月月之中 其月月之中 不能六日受持八戒供养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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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幽婆色得十亿罪 是幽婆色得十亿罪 把四十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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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讲法处不能网听 有讲法处不能网听 是幽婆色得十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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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以水中有虫 故便隐之 是幽婆色得十亿罪 是幽婆色得十亿罪 十一,显难之处无办独行。 示犹婆色得十一罪。 示犹婆色得十一罪。 十二,独宿尼寺。 示犹婆色得十一罪。 示犹婆色得十一罪。 十三,畏于财命, 打骂奴婢同谱外人, 使犹泼色得实义罪, 十四,若以蚕食, 施于比丘比丘尼, 犹泼色犹泼以, 是犹泼色得实义罪, 十五,若须毛离, 是犹泼色得实义罪, 十六,须养象马牛羊, 驼驴一切畜生, 使犹泼色得实义罪, 使犹泼色得实义罪, 十七,若不储蓄生切离衣钵于西藏, 十七,若不储蓄生切离衣钵于西藏, 使犹泼色得实义罪, 使犹泼色得实义罪, 十八,若为生命虚田作者, 不求净净水及路加处, 使犹泼色得实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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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位于生命, 若作市场斗称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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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说价乙不得钱确舍见屈贵, 依说价乙不得钱确舍见屈贵, 斗称良物任钱平用, 斗称良物任钱平用, 如其不平英语令平, 若不如是, 若不如是, 使犹泼色得实义罪, 使犹泼色得实义罪, 二时若于非处非时行欲, 二时若于非处非时行欲, 使犹泼色得实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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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时一, 商谷贩卖 不属关税盗契趣者 是犹婆色得失意罪 二十二 若犯国制 是犹婆色得失意罪 二十三若得新谷瓜 二十三若得新谷瓜 菜儒 不先奉献供养三宝 先自受者 是犹婆色得失意罪 二十四 僧若不听 说法赞叹折字作者 是犹婆色得失意罪 二十五 道路若在朱比丘前沙咪前行 二十五 道路若在朱比丘前沙咪前行 使犹婆色得失意罪 二十六 若犹婆色受持戒矣 生中复食 若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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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二十八行路之时遇见病者,二十八行路之时遇见病者,不枉瞻世未作方便, 不枉瞻世未作方便,父主所在而舍去者,父主所在而舍去者,是犹婆舍得十一罪,是犹婆舍得十一罪。 阿弥陀佛,受了菩萨戒,每半月如果不送戒也是犯戒。 所以我们今天要先送一遍戒,然后再来讲。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弘扬佛法,特别是大乘教法,鼓励大家吃素。 吃素就是一种行为的慈悲,也不会跟众生结恶缘,更是不害众生的开始。 但是各位,还有很多吃素的动物需要我们关怀,牛、羊。 所以我们最近大量的在提倡大家救牛救羊的计划。 台湾的牛一只平均三万到五万,希望大家多救。 我们有很多菩萨提供场地,在嘉义,在南台湾,我们好好的养它一辈子。 救羊有很多菩萨提供了山地,我们花钱把它围起来。 所以这个救牛羊的计划,希望各位你要发愿至少这一辈子一家人至少救一只牛,一个人至少救一只羊。 除了台湾的牛羊要救,在海外,在印度,在西藏,在尼泊尔,羊牛更便宜,我们要救。 所以希望各位多发心关心牛羊爸爸妈妈喝过牛奶,他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希望大家参加这个救牛救羊的慈悲计划。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护明中华护生协会。 马来西亚海涛生命基金会。 阿抗21416500021983。 恰询专线60341490333。 听你连兰生命协会。 阿抗8250011858。 恰询专线62811635006。 吃素,慈悲,救地球。 气候变迁,凉荒,海啸。 这些全球性的问题,都是我们所有人类要共同面对的。 记得,自然只是每个人的一个小动作,但只要大家都能可守遵行,就可能影响整个大环境哦。 在如来藏讲堂一里边的诸位居士,也要知道这个道理。 如果没有受菩萨戒,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尽量早受。 受了以后,每半个月要诵诫一次。 如果附近有道场,道场组织诵诫,那么就去参加集体诵诫。 因为这样做的话更如理如法。 如果没有道场,没有共修小组,那么自己在家每半个月要诵诫一次。 关于诵诫的遗鬼,在菩萨戒经里边都有讲说。 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讲解菩萨戒经的书或者讲义。 那会电脑呢?电脑里现在这方面的讲义也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检索,然后去学习。 为什么呢?因为要成佛,必须受菩萨戒。 没有任何一位成佛的人,以前不受菩萨戒,这样的情况没有。 菩萨戒实际上就是诸佛的大戒。 诸佛没有任何一个佛,犯任何菩萨戒之中任何一条的。 所以菩萨戒就是佛戒,菩萨道就是成佛之道。 戒是什么意思?戒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用一种什么方式来生活。 他规范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菩萨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我们平常人的生活方式,颠颠倒倒。 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过错。 在戒经里边,佛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想要成佛的人。 应该怎么样去起心动念,怎么样思维,怎么样讲话,怎么样办事,怎么样和其他人相处。 如何恭敬师长,如何礼敬诸佛,如何请师说法,如何把修行落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讲的非常具体。 作为一个学佛的人,作为一位菩萨,就是要向佛学习。 学习佛在当时是如何成佛的。 菩萨界就是在讲,菩萨过去世的时候,如何按照这样的方式,过一种修行的生活。 所以呢,修行应该是和生活完全结合在一起。 使我们的生活,完全是一种修行的生活。 使我们的修行生活化,使生活修行化,完全融为一体,而不是打成两结。 我们之所以学了很多年的佛,进步不大。 往生又没有把握,持咒功夫又不能成片,智慧也没有开发。 其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认认真真的,按照菩萨界的做法,来规范我们自己。 所以,所有的戒律,其实都是来保护我们的,都是来指导我们的。 我们经常听有些人说,到底怎么样学佛呀? 到底怎么样做才好啊? 其实,在戒律里面,从三规,五戒,八观摘戒,乃至到在家的菩萨戒,出家的菩萨戒,以及出家人的沙密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这些所有的戒律里面呢,说的都很清楚。 我们看佛教的经典,佛,事无巨细,都讲得非常的周到。 没有任何的缺失,应该怎么样动脑子,应该怎么样走路,举手,抬足,扬眉顺目,全部都讲得非常仔细。 至于如何具体的修行,任何一个法门,佛其实都说得非常仔细,并没有任何忽略的地方。 我们之所以不太清楚,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精脏,所以不能够智慧如海。 所以我们在慈悲戒杀,放生诗诗,护生印经,等等修行之外,一定要继续不断的深入学习,要深入精脏。 因为即使在净土宗的经典里面,佛也讲我们要读诵大圣,劝尽行者。 我们平时诵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金刚经,圆绝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贤菩萨行愿品,等等经典。 没有任何一个经典,没有任何一个经典,不再教我们要广泛的,深入的,细致的,学习佛的经典。 佛法是佛的教法,是佛修行成佛的体验。 是佛经过三大阿僧期节修行以后,成佛,把他的过程,体验告诉我们。 佛的体验就是,任何一位众生,哪怕是一个罪恶的众生,只要按照佛的教法去修行,就都能够成佛。 中国古时候呢,曾经有过一个辩论。 就是说啊,一颤提人,到底能不能成佛。 什么叫一颤提呢?就是断善根的人。 这个人做了大坏事,而且不信因果,不信三宝,不学佛法。 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眼中,就是无可救药的人。 那么由于当时到中国的经典还不是很多。 那么不少的人找不到经典的依据,就认为,既然是断善根的人,善根已经断了,就不能够成佛了。 但是有一个法师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有本具的善根。 应该都能够成佛。 当时戒律很严,戒律比较早的传到中国。 大家看他说的和我们平常人大家一起的见解呢,相悖。 那么当时呢,六合合里边其中有一条,就是见解要相同。 见不通就要离开,所以呢,寺院就签了他的单,其他寺院也不收他。 他就独自修行,到后来呢,大涅槃经传到了中国,然后翻译出来。 大家一看经典,佛说,一颤提人也能够成佛。 证明呢,这位法师说的是正确的,所以又把他请回寺院。 为什么一颤提人也能够成佛。 是因为我们所具的善根,是本来就有的。 一方面,任何一位众生,最小的哪怕是细菌。 我们知道最大的,这些诸佛菩萨的身量都非常大。 你看阿弥陀佛呢,干木成青四大海。 这个大海不是我们说的太平洋,大西洋。 而是说须弥山周围的湘水海。 那个大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想象。 而且像四个这样的大海这么大,光一只眼睛就这么大。 那么他的身体有多大呢? 即使佛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实际上也看不到的。 因为太大了,看不到的。 就像一只蚂蚁爬到人的身上,它怎么知道在人的身上呢? 因为蚂蚁太小了,人太大了。 而我们和佛的抱身,如果相比的话, 这个差别远远超过蚂蚁和我们身体的这种差别。 所以佛给我们视线的三十二相,都是已经缩小了的。 让我们能够看到。 因为佛的抱身在色界的最高顶,主。 那么再往上走,就没有物质了。 众生就没有身体了,那就是无色界的众生。 佛不在那里住,因为没有身体,就不能和众生在一起, 无法教化众生。 所以佛住在色界的最高顶。 色究竟天,那个身量啊,是在所有有身体的境界里面的。 是身量最大的,何况又是佛的身体。佛即使现普通人的身体的话, 也比一般人的身量要大。 我到这个法门寺啊,看过佛指舍利。 佛指舍利呢,是佛手指上的一截骨头。 那骨髓没有嘛,皮肉也没有,所以的话就是一个骨头。 当中是空的。那一截指啊,比平常的要大的多的多。 佛在世的时候,他显示的身量要比一般的大个子还要大,很魁梧。 佛为什么说一颤提人也能够成佛? 是因为人人都本来就具有真如佛性。 这个真如佛性,与我们每个人聚在。 我们想把它弄得离开,也不可能。 不论你做人,做畜生,做恶鬼,还是下地狱,还是做天人。 这个真如佛性是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它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就算我们人死了,它还和我们在一起。 这其实在说什么呢? 在说我们人根本就死不了。 死是一种假象。 既然有生才有死。 那么死是假象呢?生也是假象。 生和死都是假象。 不实在,没有真实性。 所以我们呢,大家在这个世界生活,如果贪生怕死,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人根本就死不了。 死不了你的生命就永远存在。 所以我们的真如佛性肯定是永远永远都存在的。 这种善根是一直都有的。 不是我们说的与生俱来。 而是本来就存在,永远都存在。 那么我们成了佛以后,只是使我们的真如佛性,它的德能全部显现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呢,是把我们的障碍除掉。 就像一个镜子蒙了灰尘,我们修行只是把这些灰尘去掉。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养过狗都能知道。 狗对人类,对主人的忠实,超过你的太太,超过你的先生。 所以希望各位千万不要遗弃你所养的狗。 我们现在中华护生协会已经收养了三千条流浪狗, 甚至大部分都是被弃养以后被抓走。 结果七天之间如果没有人认养,就要被杀死的流浪狗。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养一养,不养了就给它丢在路上。 所以希望各位众生皆有福幸。 特别狗跟我们人类特别有缘。 谁要被遗弃呢? 谁要被流浪呢? 谁要被处死呢? 所以希望各位多认养流浪狗, 也关心台湾救狗协会, 也护持护生协会在做的这些救流浪狗的计划。 阿弥陀佛。 让我们一起来珍惜它,保护它, 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朋友。 护持正好, 5001-6766 5001-6766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护持专线03-989-8686 03-989-8686 唱颂毫无毅力的千句话, 不如唱颂一句有法义的话, 听闻之后,可以使人寂静。 在战场上,战胜百万人, 不如克己者,才是最尊贵的胜利者。 克服自己,胜过征服他人,天神,魔王波寻, 或饭天,都无法沾身克己截至的人。 静子的本来的光明,丝毫没有受损的。 这个如果我们大家修学菩萨界, 认真行菩萨道, 当我们能够念佛念道理心不乱, 花开见佛物生,或者禅宗的明心见性, 那我们就能够非常具体的知道, 真的是如此。 真如佛性,天天在每一件事上, 每一个时刻都大放光明。 时刻都显现,没有不显现的时候, 即使我们颠颠倒倒的时候, 即使我们翻翻腦腦的时候, 它也在显现。 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 叫百姓日用而不知。 我们天天在用我们的真如佛性, 其实它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 我们这个真实生命是没有染污的, 是没有颠倒的, 没有任何的错乱。 我们只要修行, 把我们的烦恼障碍去掉。 就像天上的乌云散开以后, 太阳本来就一直在那里。 我们看看太阳, 晚上太阳在不在? 是我们看不到太阳了, 太阳仍然在, 太阳一直在那里放光明。 而地球因为转圈, 转到太阳的背面, 被地球自己挡住了。 所以在这边的, 这半边的众生呢, 就看不到太阳了, 不等于太阳没有了。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在六道里边, 投出投没, 沉沉浮浮, 佛性, 六祖大师说, 佛性没有南北, 佛性没有沉浮, 他一直在那里。 这就叫做呢, 另外一种我们所说的, 佛光普照。 我们生命的, 本来的光芒, 其实也是佛的光芒。 人人都是本来佛。 所以我们学习, 菩萨界对我们来说, 至关重要。 因为菩萨界不单在理上告诉我们, 而且非常具体的, 使我们能够落实在我们生活, 学习工作的方方面面, 讲得非常周到。 再加上还有五戒十善, 其他各种各样的戒律, 可以说, 我们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那是因为我们装糊涂。 道理大家明白, 该怎么做也知道, 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的实行。 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很好的实行, 还是要检点自己, 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把菩提心发起来。 我们没有发大愿, 所以我们的动力不够。 有一个人问我, 为什么我总是反反复复? 我说啊, 有反复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 因为我们适合理两个方面都有欠缺。 所以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另外修行啊, 禅宗里边讲, 是一人与万人敌。 一个人要和一万个人打仗。 这一个人如果胜利的话, 他需要有多大的力量, 要多大的勇气, 多强的能力才有可能。 所以修行本来就不容易。 那么走一点弯路, 反反复复一下,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为什么呢? 还是因为我们力量不够。 有人问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回答说, 其力未充。 就说你的力量不充足。 那怎么样才能增长力量呢? 就是不断的修学, 认真的修学, 勇猛的去修学。 好, 我们现在呢, 来具体的讲一下。 请大家来看六重。 六重就是, 这六个方面呢, 比其他二十八个方面呢, 更加重。 这个呢, 要坚决地做到不能违反。 轻的呢, 当然也不能违反。 违反了以后也要忏悔。 那重的呢,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忏悔, 那就更要严重忏悔, 才能把这个罪消掉。 佛法和世间法不一样。 好多事情在世间法来说呢, 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没什么问题。 在佛法里边就算重罪, 好比杀生。 那平常不学佛的人, 到街上买一只鸭, 买一只鸡, 买一只鸡, 买一些鱼, 回家杀了, 炖着吃。 有什么问题? 他们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在佛教里面, 算大罪, 重罪。 所以我们说啊, 其他的宗教很难, 或者是几乎不可能解脱。 为什么? 就不杀生这一条, 他做不到。 好多宗教说自己修好了以后能够上天, 那我们就不说上天, 我们就看看他能不能再做人。 人都做不了。 为什么? 犯了杀生的, 杀生这一届的人, 不可能再做人。 是一定失掉人身的。 那其他宗教他不戒杀, 那怎么能再做人呢? 除非他那个人是胎理素。 他虽然信别的宗教, 但是他就不能吃肉。 让他杀更不可能。 他吃了就吐, 这样的人是有啊。 过去他学佛, 学的已经很有力量。 所以生下来, 就无论如何都吃不了肉。 生在西藏的人, 有个别的人也是这样的。 这叫胎理素, 没办法。 你要逼得他吃, 他吃进去全部吐出来。 把其他东西也吐出来, 没有办法吃。 所以说修行啊, 他力量很大。 修好了以后, 生生世世, 戒就会保护你。 胎理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条, 好, 随谓天女, 乃之以子, 惜不应杀。 若口杀, 交杀, 若身自杀。 世人, 即时尤泼色戒。 即时, 是天女, 天上的人。 我们平常的人, 能够杀天上的人吗? 不可能, 我们见都见不到。 我们说, 某个人长得漂亮, 貌弱天仙, 他长得像天仙, 实际上他又不是天仙。 所以呢, 最关键的是下面, 乃之以子, 以子呢就是蚂蚁的, 小虫子之类的。 都不应该杀。 那我们说细菌是不是畜生? 有没有生命? 如果有的话, 太小了我们又看不到。 这个菩萨界学起来里边的学问太大。 有很多必须探讨, 不是这么大概, 大概大概, 因为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我们要弄清楚。 我们每天呼吸, 不可能不呼吸, 那呼进去好多的细菌, 那你把那个细菌在外面这个肠温下, 呼到你的肚子里的话, 你肚子里热, 它就死了。 然后肚子里有些比较热的细菌, 呼到外面来, 它也会死。 这个事情呀, 我们管不了。 太细微了, 我们不能计较这个, 计较这个, 我们就活不成了。 所以这个肯定不犯戒。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瞎眼的阿罗汉。 他虽然震到阿罗汉, 但是他眼睛是, 他是一个盲人, 看不见。 所以他惊醒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 脚铁踩死了不少小虫子。 其他的比丘看到了, 就去告佛。 说你看, 他是阿罗汉, 他杀生了。 然后佛问他们, 你们看到他杀生了吗? 他精行的时候没有看到, 是精行完了以后, 他看到, 他走的那个路上, 有的虫子被踩死。 佛说, 就像你们没有亲眼看见阿罗汉, 踩死小虫子一样, 他根本就没有看见小虫子。 他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 所以他没有杀生。 也就是说, 杀生里面呢, 杀心, 杀源, 杀法, 杀业。 第一个杀因, 就是你有, 你起心动念没有, 你有没有杀心。 杀因, 杀源, 杀法, 杀业, 四项成就, 缺一不成。 这个阿罗汉他没有起心动念, 所以不叫杀生。 那么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像我们在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由于自己失守, 一个人由于我们失守, 死了, 那这个判罪的时候也会从轻啊, 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一样的道理, 佛法也是讲, 你没有起心动念, 你没有杀生。 我们有些居士啊, 开车在那个高速公路上, 有很多小肺虫, 尤其是晚上, 车灯老远开过来, 小虫子就冲着这个光就过来, 但车的速度太快, 劈里啪啦, 看那个车玻璃那个地方很脏, 因为小虫子一撞车上以后呢, 就被风吹掉了, 但是有一些部分吹不掉, 所以就模糊不清, 你就喷水, 然后把它刷下去。 回到家一看, 其实车前面的部分, 到处都是那个虫子的, 留下的尸体的痕迹。 我们有的居士心里面就害怕, 哇, 法师, 这怎么办, 杀死那么多。 我说当时你, 你起了杀心了吗? 他说没有啊, 我就只顾开车。 像这种情况, 你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杀生。 你跟虫子又没有仇, 你也不是故意要撞死它, 怎么会起心动念呢? 这个不叫杀生。 但是如果能避免的话, 我们是会尽量避免。 古代的时候, 这个点的是那个油灯啊, 就用一个杀罩子把这个灯照起来, 不让那个飞蛾扑火扑到这个油灯上面把它烧死。 这是慈悲心啊, 就说他不单不杀生, 还要互生。 那么和有的人不一样, 那个蚊子咬他, 他非常生气, 恶狠狠地把这个蚊子拍死了, 这个是杀生了。 这有区别啊。 那么相关的还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很多年啊, 不少人反复问的一些问题。 那农民要是种粮食, 种菜, 要不要打农药, 种果树。 如果是有修行的人, 这个时候呢, 都是用大杯水的, 里边没有药。 事先在佛前, 把这个大杯水呢, 都念, 念完了以后做好。 然后就灌到那个喷, 喷农药的那个桶里面, 其实没有药, 就放水。 放了水以后啊, 就用这个水去喷洒, 一边喷洒, 一边继续念大杯咒。 一边呢, 希望这些虫子能够走开。 这个事情很奇怪啊, 有了修行以后就很奇怪, 这些虫子, 第二天没有了, 过了一晚上, 第二天没有了, 上哪里去不知道, 因为地下没有尸体, 一个虫子不见了。 这佛菩萨自然有办法, 我们就不要担心。 这个要跟佛菩萨有相应, 然后我们的心特别虔诚, 念咒又持得好, 我们自己本身又持戒, 才有这样的功德。 如果不是这样呢,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抓紧时间修行。 另外呢, 也是要发大悲心。 借这个机会呢, 来广施甘露。 但是死了以后呢, 由于你给他念佛, 你给他回向, 你给他做归依, 他又种下了善根, 或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来世转人, 或者上天等等。 他能够脱离, 这个卑劣的下见的畜生神, 能够将来更好的学习佛法。 这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 未尝就不是你和他的一种善姻缘。 因为我们都是慈悲心, 我们没有杀心, 所以没有造杀业。 这个道理大家要晓得。 我们先到这里, 这一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可能要做了一个大法图。 此 cada gar Ros shal Kapitiv smj, 赶好ulating你自己将来做。 有些故事线交由由尊 written. 有些顾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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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ye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